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值为3.2% 符合经济学家们的预估 这也说明了日本就业市场趋于稳定 具体数据显示日本4月求财求值比上升1.34% 均好于市场中的预期及前值 那今日公布的数据也刷新了199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显示出日本的就业市场十分的紧俏 经济也有所改善 回暖复苏 虽然此前市场广泛预计日本4月的经济数据将会差强人意 但是当日日本政府官员发表言论称 日本地震对于日本经济影响就目前而言还是有限的 而本次良好的经济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看法 好 基础面上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上个交易日美元对日元在开盘后跳涨 那在冲破了60日均线的压制之后 收出了一根较为强势的阳线 显示出近期的上涨动能比较的强劲 但是投资者也需警惕前期的高点111.90 那如果说汇价在这一位置反弹预阻的话 可能会发生空头回补的情况 那目前下方关注110整数关口的支撑 上方留意111.90的压制 那预计后市中汇价将会转变为震荡行情的整理 投资者需重点关注区间上沿及下沿的突破情况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的走势 那技术面上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黄金价格自5月17日后开启了下行东道 那在大三角整理向下突破之后也是扩大了跌势 在上个交易日5月30日的压制早盘 金价也是再度下破了1206.60的支撑 并测试到了120附近的整数关口位置 那目前的话黄金在低位有一定的调整需求 那如果说后市中反弹预阻的话 可能会延续此前的跌势 那目前的话上方关注1224的阻力位置 下方关注1200整数关口 以及大级别120均线的压制 那目前来看的话下方的支撑作用会比较的明显 金价可能会经历比较长时间的震荡整理之后 再突破向下运行 后市中由于日本基本面数据的缺失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美国方面的经济数据 本周2 5月31日北京时间20点30分 美国将公布4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 获得日元的短线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周4 6月2日北京时间20点15分 由小飞农支撑的美国5月ADP就业人数将出入 本周5 6月3日北京时间20点30分 市场所聚焦的美国5月计调后 非农就业数据将粉末登场 那非农数据也是含量美国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也是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前景进行预判的重要参考指标 那目前彭博社调查的预期之中显示 非农就业人口将新增16万人 失业率将降至4.9%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的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